大家好,我是王俞文,翻譯王小瑜 今天要來講的是我參加 台南市文化局的主辦的古蹟導遊 英文導遊 好,就是我準備的時間是兩個禮拜 然後我一共去逛了三次 就是一個古蹟逛三次 它的考試範圍是安平樹屋、安平古堡、士坎樓 然後還有德濟洋行 OK,我先講一下我第一次去逛的時候是7月3號 那時候是我對古蹟其實沒什麼概念啦 就是基本上我的歷史不是很好 我就全部都忘光光 所以我就是把所有的文宣都拿回來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在那邊在古蹟看到了很多 中英文雙魚版的照片 然後我就把它們全部都拍了下來 然後再做成書本讀 因為我覺得這對於補充知識是很有幫助 所以我畢竟我的主修不是歷史 而且我真的真的全部忘記了 這個是熱蘭遮層博物館 然後它另外一邊是安平古堡 然後我中間它有用一個mark 就是把它們分開來 然後這本則是赤坎樓 反過來了 這邊什麼明正時期的開發一些古地圖 魚鳥又南很有名的 這個然後還有安平樹屋的文宣 就是所有的能夠拿到資料我都先把它拍照拍起來 大概拍了應該有500多張照片 把它們做成兩本書 這是我第一次去 接著第二次去的時候 我是去聽華語導遊的講解 禮拜六日的早上9點10點11點 下午1點2點3點整點的時候都會有華語導遊 導覽大概30到40分鐘 然後一邊聽就是一邊錄音 然後做筆記就是回家把他們的東西給吸收進來 然後也很幸運就是有遇到導遊們有指點一些方向 就是說你要講的比較生動有趣 不需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講完啦 因為考試也沒有 其實也不是真的要考歷史 而是英文講給外國人聽是要敘述景點 就是因為他們對於什麼正成功荷蘭 這些東西他們其實是不會有概念的 所以不需要講的那麼多 就是按照英文的解說這樣子下去講就可以了 然後回來之後我就開始讀書 可是就是就像剛剛前面說 因為真的真的沒有什麼基礎 所以我是找了一些大圖畫紙 把他們全部都貼上去 然後再寫筆記 像這樣子 然後智坎的晚上夜景 他們有燈光說它是黃色 我就把它用黃色的紙張 然後安平古堡的是用磚紅色做為那個代表色 就像這樣然後就是 就是寫筆記 可是後來發現這樣效果還是有限 就是東西太多了記不住 所以我就開始寫寫講稿 因為考試的口試內容是5分鐘講稿 還有兩道筆試題目 筆試的話是大概300字左右 然後題目可能就像說可能 就是它會考一些比較細的 例如說熱蘭遮層博物館裡面是什麼 還有士坎樓裡面的碧系的特徵 它會說你的朋友如果來台南 你要如何跟他介紹台南的文化景點 特色這些東西 然後口試則是5分鐘 3分鐘會想一短 你5分鐘到就直接結束 所以我就是把他們口試內容寫下來 然後就是在錄音 然後錄影再加上一些手勢 另外我還有做個筆記 就是這些 其實這些筆記就是從那個 中英文雙語文宣上面 就是把他們再重新整理過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把它整理出來 這樣 然後這個是士坎樓的版本 當然實際在講的時候 其實不可能百分之百的 按照自己的講稿下去講 一定會在有所出入會增加 但是我是屬於要先打個稿 那這樣子我在朗讀還是演講的時候 比較順的人 然後也是因為準備時間是兩週 如果是集齊演講 可能只有20分鐘時間準備 那這個方式其實就不太適用了 然後這個是 欸這個是什麼的 就是朱九銀書法 德濟洋行 還有那個安平樹屋的口試 就是5分鐘講稿 還有他的一些額外的筆記 然後因為剛剛就說我歷史實在是很弱 所以我有另外再弄個 那個歷史年代表起來 接著我又去逛了第三次古蹟 就是去把一些我覺得用得到的圖片 就是我要讓他們用圖片 把我的記憶給串連起來 然後就是拍照拍出了這些圖片 可是有的其實沒有用到 所以我是用這個把它 用直式的把它夾做 然後另外這三本 其實就是第三次的時候把它 第三次去逛古蹟 就是一共逛三次的時候拍下來的內容 就是原本是預計 把那個這些東西就是實際帶上去講 就是一邊講的時候一邊翻圖片 然後可是後來有比較資深的前輩提醒我說 就是這樣子可能評審會聽得不耐煩 而且你一直翻翻翻也是很耗時間又很麻煩 就是建議我直接是背起來 就是把一些key points把它記住 然後再加上一些gestures 就這樣子就直接去上場考試了 所以我最後就是採納他的意見 然後這些圖片其實我還是有把它拿來做成 我自己就是對照我的文字稿 然後把它就是算是可以 多增加一點記憶啦 就是說盡可能做到 你要把所有的景點的內容全部都記得很熟 然後就是 就是要讓你的讀者 你的觀眾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這個朱九寧書法 然後再來就是 後面的洋行跟那個樹屋這邊 ok 所以這一次準備時間兩個禮拜 其實有一點點感 因為之前在生病的關係 就沒有辦法好好的準備 而且我其實一開始是完全走不到方向 我不知道怎麼做 就是除了說把中英文版的文宣拿回來 實在不曉得該怎麼辦 可是後來就是有經過 就是很幸運有遇到昆山中學觀光科的學生 然後還有那個 一對學音樂的舊舊子女黨 嗯 還有一些導遊們 然後比較資深的前輩啊 還有一些 還有影音店也很願意幫助我 就是印這些資料 然後還有很多給予祝福的人啦 所以就算是 今天考試還算順利 但不曉得會不會考過 好 因你以為不管有沒有考過 其實我覺得都問心無愧了 然後我最後的衝刺方式 是就是用雙語對照的方式 啊 不好意思我拿錯版本了 反正就是 就是雙語對照 然後這樣子把它寄起來做筆記之後 再寫 寫到那個 寫到這個 第二張紙上面 所以這一張這個什麼notes 他們其實都是 考試前一兩天才生出來的 然後這個版本 這種口試的版本的話 大概是考試前四五天生出來 然後就是 嗯 我有時候會在夢裡面讀書 我覺得這個方法還不錯 就是我推薦大家 其實你睡前讀書結束之後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可以再回想一下 再recall your memory 想想看你今天讀了什麼內容 然後在夢裡面 把這個景點實際走一次 就是我是會把 就是說可能看著這張圖 然後好安平古堡售票庭 我們在這裡 然後就是導遊 華語導遊這樣走 然後就是啊 我們先在這裡集合 然後一路往上 這邊先到middle layer 先在中層 然後中層有什麼景點 什麼正成功啦 還有什麼安平古堡 這個石碑這個steel 然後在 然後古號 跟景 古景在這邊 然後接下來再往上 到第三層了 會遇到一顆雞蛋花 枝子樹 枝子花樹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歷史紀念館 然後走進去之後是什麼內容 就是用這些 然後就是你要用圖像記憶的方式 然後才能搭配好文字 我覺得關鍵是 就是要先對這些景點真的很熟 就是你的路線的流程是怎麼上去的 先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再上去 上去之後灌完裡面這個館 這個歷史史紀館 memorial hall 然後就是什麼 有 souvenir shop 還有guiding room 然後再到安平調望台 watch tower watch tower裡面有什麼內容 然後再下樓 下樓到了之後 是這邊台灣城的殘跡 然後就是介紹它這個牆壁跟鐵剪刀 還有鞋點門 然後再繞到後面的這個 這個park historical park 然後最後收尾的就是用這個museum 所以就是說你要很清楚你的 它整個流程動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然後就是在你的腦海裡面 那個圖片自然而然就會出來 這樣在考試的時候才不會太慌亂 但是我今天還是有點慌亂 所以有一些detail就是沒有講到 好吧 就是有一點點的可惜啦 再來就是演講的一些訣竅 其實是有些人在講 演講的時候速度會太快 但是建議是速度不要太快 這樣子的話 你的咬字發音才會確定 確定是比較正確的 如果不小心講錯 It's fine just skip it 就是跳過去繼續講不要停 對 但是我個人啦 我自己的演講其實 就是有時候我很緊張的時候 我講話速度會變很快 所以我的內容必須要準備的比人家多 這個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一個特點 就是我的算是 我不曉得算是優勢還是劣勢 欸你以為就是一個feature 就大家要衡量自己的一些情況、特徵 這樣 然後目前比方說像赤坎龍嘛 他現在在進行考古 所以就是在講的時候 其實以限地限物為主 你就可以特別提到說 我們目前這邊全部都是圍起來的 因為他在考古中 可是大家就可以趕快拍 因為國定一集古蹟其實很少 很少會這樣子進行大規模的考古 然後就是觀光客還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可以趕快拍 然後這邊其實這個壁戲 他們也都全部都是圍起來的 這個這一區也是 然後就是考古有挖到些什麼內容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跟遊客講的 就是挑一些互動 比方說像奎心也 文昌隔二樓的奎心 他就是可以拔筊 這個東西其實就可以講 因為外國遊客他們會覺得說 這個很有趣 就是他們可能 就是基督教天主教他們 比較沒有這個滑筊的概念 就是可以稍微講解一下 就讓大家玩遊戲互動 增加那個趣味性 因為歷史的話 其實大家都是來觀光 他們也不是來做研究 做考古學的 所以就比較不會那麼的 針對這樣 就是好的導遊也還要針對不同的客群 然後再調整你的講解的內容 OK Anyway 反正就是 我準備了兩個禮拜 我覺得好累 不管我終於考完了 Yeah 開心 好啦 就是 這個分享就 就是說希望對 收看的人有幫助 如果有誰想要去考古蹟導遊英文 英文導遊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好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是王俠倫翻譯 我是王小魚 謝謝再見